錄了 能看到屏幕嗎? 哎,我可以 OK 今天我給大家就是講,就是分享一下BinarySearch 然後今天就是我有一點咳嗽,所以我等一下可能會咳兩聲 然後但是 新冠不會通過網絡傳染,所以大家就 担待一下 然後今天 講BinarySearch會講大概十道題目 我主要是參考了一個LitCode的一個總結帖 也是一個中國人寫的一個Python的一些模板和一些總結 然後同時我也看了一些古城月少和花花的一些油管視頻 那麼我們開始吧 我們首先要講一下Intuition,就是什麼樣的題目適合做BinarySearch 一般做BinarySearch的話,我們會有一個Check Function 這個Function,這張圖是我從花花那邊摳過來的 然後他就是會講我們會有一個,就是一個Monotonic Function 這裏的Monotonic 這種單調性不是數學上的那種單調性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函數並不是完全單調的 但是它的單調性 就我理解的單調性在於 它有一個臨界點 在那個臨界點的左邊 你的這個GX Function始終返回的是False 當你超過這個臨界點M之後,它的GX Function都會返回True 然後就是 在那個臨界點的左右之後,再沒有其他的一些波動性了 所以就是它只有一個變化的那個點 它給的定義就是Given a Boolean Check Function Such that Check M is True 也就是在這裡是在這個圖上這邊 然後花花也說,它不推薦就是我們直接去找那個Exact Answer 而是在就是通過不斷的二分細分來縮小我們的區間 讓我們最後能夠找到那個臨界點 就是會有一些Template會在Wile Loop裡面去Return 其實是不太建議的,就是可能會出錯的 因為等一下可能會,我們等一下會看到等下的模板 它其實在它的Wile Loop出循環之後 我們的Answer就已經鎖定在了一個或者是兩個之一 所以我們並不需要去Return我們的結果 在Loop裡面我們並不需要Return 然後我做的所有題目裡面也都是不需要在Loop裡面Return 就能做的,因為它就是naturally就是不斷的就是縮小那個區間 然後它主要是有三個區間的,就相當於三個模板吧 第一個模板就是左臂右開 然後我也是比較習慣於這個模板 第二個模板是左臂右臂 第三個模板就是不太常用的 我感覺就是大家平時也很少用 然後我們來看一看就是這些模板 然後它們有些什麼區別 然後這邊我是用Python來寫的 右上角是第一個模板 右下角是第二個模板 對應了兩個不同的顏色 那麼右上角的話 我們規定的Loop是L小於R 所以我們在出Loop的時候 實際上我們的L是等於R等於M 然後等於我們的最終所要的答案 然後我們隨便Return一個L或者R就行 這個是第一個模板 然後它的好處就像我剛剛說的 它最後區間是鎖定在了一個值 第二個模板 第二個模板是L小於等於R 但是它的就是在check function之後 它是R等於M-1 搜這個M-1區間 然後L搜M-1的這個區間 這個寫法的好處就是 看起來更工整更對稱 因為它的R和L是一個是簡易一個是加1 比較好記 而在第一個模板裡面我們是加1的 但是它在這個初循環的時候 因為它的while loop的條件 是L小於等於R 所以在初循環的時候 實際上L和R是交換了位置的 就是我們在入的時候是L和R 然後在初的時候實際上我們的L會跑到右邊去 然後第三個模板就比較少見 然後我就沒有貼在這邊了 第三個模板也是在初循環的時候會有兩個值 然後我們會去考慮用哪一個 然後這邊有幾個就是我的一點小小的感受就是 第一點就是 我們的binary search很容易出現死循環 所以我們要注意就是我們就是 就是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模板 然後把它用到很熟練 這樣就不會出現死循環 然後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check function 實際上它的本質是 我們要找這個check function的函數零點 然後它是一個穿越axis的函數 對於所有的binary search的問題 我們應該是尤其僅有一個這樣的零點 因為如果有兩個零點的話 就binary search可能也不太實用 然後第三個take away就是 在做這一行操作的時候 Python是沒有overflow的問題 但是如果是javaCi加的 Ci加的developer的話 他們會如果你直接是L加R 括號除一R的話 直接就會index 直接會那個integer overflow 所以就是寫成這樣的形式就更專業一點 然後第四點就是我們不要 就是像我們剛剛所說的 就不要在那個loof裡面去return 對這個就是template 然後我們就來看一看 就是Python standard library是怎麼寫的 Python standard library 它有兩個function 我們要選一個是bisect left 一個是bisect right 它的 舉個具體的例子 就比如說我們有1 2 2 2 3 然後中間有三個2 然後我們還想再插入一個2 那麼bisect left 是插在最左邊的那個2的左邊 然後bisect right 插在最右邊那個2的右邊 然後我們可以就是簡單的看一看 它的standard library的那個代碼 可以大概理解一下 這個是他們的github的standard library 它有一個insort right 它是釣用了bisect right這個function 所以我們就過一下 我們就主要看這個bisect right function 它給了一個array 作為input 然後一個x是我們要插入的element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range 我們不用管 這就是相當於做一個slicing 然後這邊的key 就相當於我們的check function 就如果有key的話 就是相當於我們是有一個check function 如果是沒有key的話 是直接是一個planner的一個array 做一個大小的比較 然後這邊的bisect right的話 就是如果要插入的那個數 小於我們的那個middle那個數的話 那麼這個h就 右指針就等於那個middle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它跟bisect left的主要區別 bisect left這邊 如果就我們看這個else 因為我們是比較high 就如果這邊是這個else 實際上就是x小於等於middle high等於middle 然後這個bisect right實際上是x小於middle h等於middle 所以它們兩個本質區別是一個小於一個是小於等於 這個就是我們在自己寫check function的時候 我們也應該注意就是我們題目 結合我們的提議 我們要判斷我們是要做bisect left還是bisect right 然後我們會有一些微小的那個condition的不同 所以就是這是我的一點體會 然後我覺得CiX好像也有這種bisect left和right 然後就也很類似的 那麼我們首先來看一看就是最簡單的一個題 叫first bad version 它的題目的背景就是比如說我們有一系列的 sorry可以平 對 就是我們有一系列的比如說軟件吧 然後就是軟件比如說第四個軟件是依賴於前三個軟件的 然後就是說我們在某在比如說我們有一系列軟件從1到5編號 然後在第四個的時候它壞掉了 那麼第四個和第四個之後的所有軟件都壞掉了 所以它是一個sequential的一個背景 我們的題目的目的就是要找到第一個bad version 然後它相當於是已經把這個check function給你了 這邊它已經給你定義好了its bad version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easy的題目 那麼這邊我用兩個模板都寫了一下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 我會有一個print來判斷一下 就是我們的指針最後是怎麼走的 大家可以看在倒數第二行有一個print 那麼在左邊的話我們看到 在最後的話它是L等於4 然後R也等於4 然後Middle也等於4 這個時候我們就return any of them就行了 所以就return一個4 然後在右邊你可以看到print出來最後一行的結果 L等於4R等於3 就是說他們反而swap了 就是L本來是應該是更小的一個 現在L是大於R的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也是returnL 就是這個就是兩個模板的本質區別吧 然後就講一下這個就是那個提醒的難度 就是對於一般的easy和medium的 甚至有些medium problem 就我們通常是不用自己寫這個check function 也就是這裡的its bad version 就是check function要么就是題目給你定義好了 要么就是像我們剛剛看的Standard library一樣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one line的一個comparison 所以就是這種easy的題目就很簡單 然後一般難一點的題目就難在我們怎麼樣去定義那個check function 對 然後就是再總結一下這個模板 就是等一下我會所有題目我都會用左邊那個模板去做 然後它的模板主要是分三塊 第一塊就是我們要確定我們的左右端點的初始值 就是我們 想要binary search 想要guess的那個值 一定要是在一個value range裡面 比如說我們定義的 比如說我們L定義成3 然後R定義成2 那麼1,2我們是永遠搜不到的 就如果1,2是正確答案的話 我們就永遠搜不到 所以就是在定義一個L和R的時候 我們一般就是會根據題目的意思 然後我們後面也會看到一些例子 就會找到自己 那個題目比較適合的L和R 就是有些題目甚至就是 因為我們有些題目會給那個N的範圍 取式範圍 比如說10的五四方 有的人就直接用了R等於10的五四方加1 那樣做也行 因為binary search 本質上是一個logN的算法 所以就即使你用那個題目的那個 就是你相當於用了那個lead code的 比那個max還大的那個數來做 就是其實也是行的 然後這個是第一個我們要做的事情 binary search template 第二個template就是把這個while循環寫好 然後這個template你就寫多了 就會自然的有肌肉記憶 然後是我我喜歡的就是L小於R 然後L等於M加1R等M 第三個就是我們首先可以先把check function寫好 就比如說面試的時候 我們首先也可以先把check 作為一個assumption來用 然後我們再等一下會跟面試管說 我是怎麼樣來寫這個check function 這個就是主要的就是三個步驟 三個步驟 然後我們來看稍微難一點點的題目 這個題目是capacity to ship packages within d days 我簡單講一下題目的背景 就是我沒有把整個題目貼在這兒 它的意思就是有一個港口 然後它有一系列的位置 這裡我們看了一個簡單的例子 從1到10 然後我們就需要一個 比如說我們的capacity這邊是15 那麼的話就是第一天我們 就是每一天的capacity是15 那麼第一天我們就可以ship這個1到5 作為我們的第一天 然後第二天我們可以ship6到7 第三天因為8和9加起來大於15了 所以我們就只能ship8,ship9 然後8、9、10是分開了 這樣我們就有12、3、4、5是一天 6、7是一天 然後8、9是各一天共3天 所以最後是5天 我們的這邊的目標就是return the least weight capacity of the sheep that will result within d days 也就是說題目給定了一個5天 如果我們找出來的那個capacity是6天的話 那麼就不符合標準 我們就要去降低我們的weight capacity 去找一個就是可以在5天內解決運輸的這麼一個問題 那麼binary search我總結的就是當你看到一個題目的時候 你就必須很敏感 它可以用binary search來做 比如說這邊的我們前面講到它的本質 那個check function是找一個那個臨界值找函數零點 所以你這邊其實上是對這個list很敏感 因為等一下後面也可以看到就是幾乎所有的題目 要么就是maximum 要么就是smallest 要么就是這些反正就是這些臨界的這種字眼 你要keywords你要非常敏感 他們可以用那個binary search去做 那麼我們分析了題目的意思之後 我們就是我們這個題目的target就是去binary search這個capacity 然後找一個最小的capacity就行了 那麼先看我們先跳過我們的check function 我們去看一下我們的模板 就是跟剛剛一模一樣 就是先把模板背好寫出來 然後我們看一下那個ifcheck那一行 就是ifcheck如果那個當前的這個capacity返回的是true的話 就意味著我們可以用當前的這個weightm去ship within the days 這個時候的話就說明我們的weight過於大了 所以我們應該把我們的右端點挪到中間去 如果這個check function不符合的話 那麼我們就移動我們的左端點 這個比較好理解 然後我們就開始就是定義我們的check function 怎麼去寫 那麼這邊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linear scan 就是我們會scan我們所有的weight 然後這個total就是一個當前的current sum 首先我們定義一個天數 就是我們要就是我們會算它到底需要幾天 然後我們的total就一直累加一直累加 然後如果我們的total大於了我們當前的capacity 就是check capacity就是checkm 如果當前大於了這個m的話 說明當前的這個weight不能夠放在這一天 應該挪到下一天 比如說這邊我們加到了15 我們再加一個6發現是21 21大於15了的話 我們就把把這個6分到下一天 然後把當前的這一天做了結 然後就days加1 然後把total就是reset成這個6 用作第二天的一個current sum 所以這邊就是一個簡單的一個linear scan 如果我們當前的天數大於了這個 我們題目給電的limit第一天 就意味著我們失敗了 所以我們就返回一個false 就不能這個m是false 然後如果整個循環走通了的話 那我們就直接返回處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binary search check function 的一個leave 我們再看一個一模一樣的題目 這個題目跟那個題目的代碼 等一下我剛才忘了講了一點就是 我們再怎麼去確定我們的l和r 就是這邊l就是maximum weight 也就是說 比如說這邊有1到10的話 l是 我想一下 l應該是 對 l應該是那個maximum weight 也是在這邊是10 因為你的左段點如果是2的話 那麼你的後面所有大於2的那些weight 你都不能在任何情況下給ship出去 所以它的就是無效的一些case 所以說你的l最小曲值是10 這樣你就 比如說這邊有1到10 l是10的話 那麼就會有10天 你就需要10天去運輸這些 這個是最小的l 然後 r是sum 也就是說你可以在 一天內把所有的加起來 然後全部打包ship出去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l和r的條件 剛剛漏講 現在主線 這個題目就跟剛剛那個題目是一模一樣的 它的就是換它不換要就是換一個題目背景 它的背景是什麼樣的呢 就是 它給了一個array 跟剛剛那個一樣 然後我們怎麼樣 就是給了一個array nums 然後我們怎麼樣去split 把它split成m個subarray 就是m個連續的subarray 然後讓那個 它的target就是minimize the largest sum among those subarrays 所以這個題目就跟剛剛那個題目一樣 這個題目的m就是剛剛那個第一天 然後 因為剛剛那個就是waves也是連續運輸的嘛 所以這個也是符合這個subarrays的定義 然後剛剛那個是要求least capacity 也和這邊的minimize的largest sum 是一模一樣的意思 所以就是binary search它的題目都有這種 這種keywords 你就必須很敏感這些largest minimize這些東西 那麼這個代碼就是跟剛剛一模一樣 就是它的l也是maximum nums 然後r是一個sum nums 然後然後就是代碼真的就是完全沒有區別 然後我這邊就是想提了一下就是 這個題目相對於剛剛那個題目甚至會簡單一點 因為它的題號會靠前一點 所以就是它這個地方給的這個range 是比如說什麼這個n是在1000以內啊 什麼m是在50到1000以內啊 就是這個題目甚至可以用dp去做 因為dp的就是這個題目會有一個另外的解法 就是你用top down dp 然後去它的時間複雜度我寫在這邊 就是比較複雜 但是由於它給的這個size比較小 我們依然可以用dp 然後加一些pruning去剪枝去做出來 就是你用正常的dp可能做不出來 但是你如果加一些剪枝加一些處理的話 是能做出來的 但是binary search這邊就很簡單了 因為你的check function是on的 然後再加上你的while loop 這個binary search login 所以它整體解法就是nlog 會比我們的dp要快很多 我們回過後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它的size是 比如說這邊是相當於10的4次 10的5次了 這個地方你再用n方去做的話 肯定就爆掉了 所以就是這個題目雖然是一個hard題 但是其實比剛剛那個題目 還要更簡單一點 然後這邊我的一點體會就是 在做contest的時候 有時候第三題我會想去用dp去做 然後吃了兩次虧 就是它的n都是10的5次方 然後dp一般n方的話就10的10次方 就tl1了 所以我覺得contest第三題的話 我一般不會去用dp去做 然後我也會就是關注一下它的size 是不是會tl1 然後一般的話 我會就是考慮一些其他的更快的一些解法 比如說binary search sliding window什麼的 有時候都可以比dp要快很多 這個是我的一點體會 然後我們接下來往下過 這個題目就是 求minimum number of days to make 這個bouquet 就是花束的意思 就是說 這個題目我們又該敏感起來 就是這個 它去求一個minimum 它的題目背景就是 我們想要去綁m的花束 然後去make a bouquet 你need to usek個相0的flower 就是說 比如說你要用 比如m等於2的話 你必須用兩個相0的 你不能跳著去 取那個 不能跳著去踩那個花 然後它這邊還給了一個bloom day的意思 就是它的花期 就是說剛開始的時候都是0 然後在第一天的時候 這個1開花了 然後在第二天的時候 最後一個開花了 然後在第三天的時候 中間這個開花了 然後它這個地方給m是3 k是1 也就是說我們只需要 subrate長度等於1的 去做那個花束 然後它需要三個花束 這樣的話 我們output3就行了 因為在第三天的時候 我們就能得到三個獨立的花束 如果k等於2 或者是更多的話 我們就會更複雜一點 就是需要取相0的 所以這個題目的背景就是 就是要找那個要binary search 那個minimum number of days 就是我們會判斷 比如說在第五天的時候 有幾朵花開了 然後在第10天的時候 有幾朵花開了 我們會去判斷這個bloom day 然後對它做linear scan 去進行處理 然後這個題目 N也是10的5次方 就意味著我們只能用N logN 或者是 就是比N方小的solution去做 首先我們還是三步走 第一步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左右的曲線端點 L是等於1的 也就是說 最快我們一天就可以搞完 就是有一些可能比較簡單的case 一天就能搞完 然後最慢的話 是maximum這個bloom day 就是要等到所有的花束 全部開花了之後 我們才能找到那個可行節 這個就是左右端點 然後check 然後我們主動來看一下check function 這個地方也是一個linux scan 我們首先就是記錄一下 就是我們在看check function 就是看底下check function的時候 我們看它的形差和時差 第一個參數是我們要的middle 然後第二個參數m 這個這邊的m不是middle 這邊的m是題目給的那個bocase 就是我們要做的花束的數目 第三個k是我們 就是我們那個sub array的長度 然後我們的check function 首先是定義了 就是兩個counter 然後就是 然後我們做linearscan了之後 如果這個花期 大於了我們當前的天數 我們就說那個花是沒有開花的 然後我們就是零 如果它的花期是小於那個天數的話 我們就加1 比如說這邊 當d等於3的時候 這邊就是這兩度 其實都開了 然後就 這個加1 其實主要是為了那個linearscan的時候 那個adjacent flower來用的 然後當我們這個flower counter 達到了我們那個k adjacentflower的時候 證明我們找到了一個bocase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會把它reset成0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bocase加一個1 如果我們的bocase達到了題目的要求 達到了這個m 我們就return一個true 稍微有一點點複雜 就是故事性比較強 它的意思就是 這個是心形而沸沸 吃那個香蕉 然後它規定了一個速度 就是eating speed of k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是要去binary search這個speed 他的意思就是 題目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沸沸 比較喜歡吃的慢一點 可能是就是消化好一點吧 他想吃的盡可能的慢 但是他想在那個圓丁回來之前把所有的banana都給偷吃完 這個就是很明顯的一個binary search去找那個minimum k 就是這個keywords就很明顯 然後他會給定一個h hours 然後這個題目還有一個特殊的條件 就是比如說這邊是8的話 他第一天吃了一個 比如說這邊是一個8 然後他這邊吃到第二天這是一個6 那麼8除以6他就可以 就是按照道理他是可以餘下一個2的話 但是他這個2並不能暈到下一天 這是他們題目的意思 所以他的題目意思就是 只能去取整做那個sealing操作 就是不能去把就是吃剩下的那個speed 給暈到下一天 比如說3 3的話還剩一個吃完3 8還剩一個5 那麼就不能把這個5暈到6天去 如果他的3下面一個是3的話 那麼你就可以把那個5暈到下面那一天去 大概就是 等一下我想一下 有點忘了那個題目的意思 我先看代碼吧 反正那個就是有一個取整問題 是包含在題目的意思裡面去的 然後我們首先也是先 先確定我們的左右單點 我們的左端點就是speed是1 因為我們的所有array都是integer 這3671 所以最小的speed是1 因為你取0.0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然後他的最大的速度就是maxpy 哦這邊我記起來 他應該是不能就是吃完了吃下一天 就是他當前的速度只能吃 有點旺 這個題目有點旺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 這邊的右端點就是maxpy 就是 比如說這邊maxpy是11 如果我的速度是12的話 那我就相當於是浪費了是吧 因為我12吃完了之後 剩下1也不能云給下一天 所以他的他的右端點就是1 就是11 左端點就是1 然後我們看一下check function check function的寫法也是一個linear scan 就是我們會掃所有的piles 然後對於每個p 我們都會去進行一個取整 這邊的p-1除1 就整除k加1 他的寫法其實是等同於我們的做一個sealing操作 只不過他會更快一點 就是在python裡面他會更快點 所以我們就會做一個取整的操作 然後算出來 比如說3的話需要一個1 我想一下 就這邊輸出的是4 within k hours 輸出的是 哦不對 比如說現在的speed是4的話 那麼吃這個3需要1天 吃這個6需要6除以4加1是2天 吃這個7也是7除以4加1是2天 11的話那麼就是3天 就是因為11要run的到一個12 然後再去除以這個4 所以他最後是就是1加2加2加3 最後是一個8天 所以這個就是他的那個 這個test case的含義 所以他最後會linear scan 完了之後他會算出一個count 如果這個count 小於了我們題目給定的這個h 這邊是8小時 那麼我們就返回一個true 然後反之就返回false 所以他的這個地方的check function 也是一個linear scan 所以整體的解法也是一個n log n 的解法 再看一下下一道題 這邊是 find the smallest deviser given a threshold 這個題目跟那個cocoeat banana就很像 然後把它放在一起 他的提議也很像 就是我們要找一個分母 然後用用所有的數 用我們array裡面所有的數來除以那個分母 然後把所有的result給加到一起 這個就跟那個cocoeat 就很像可能是一模一樣 我不確定 然後他有個threshold 就是剛剛就相當於我們剛剛的那個 我看一下 the result mentioned above is less than or equal to threshold 對就是小於這個6 比如說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是5 那就1除以5 然後做一個整處的話就是1 2除5也是1 5除5也是1 9除以5就是2 因為需要一個10嘛 所以這邊就是5 所以它是小於這個threshold 如果我們output 再可能再取一個4的話 那麼這個9就會變成3了 9變成3了的話 那麼就會爆掉這個threshold 就會大於這個6 所以我們本質上去是去 binary search那個deviser 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代碼 代碼就是 左區間左段點還是一個1 因為我們就是除以一個1 是一個valu solution 然後右段點是一個max 也就是說我們9除以9的話就是1 然後9除以10的話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因為我9除以10也是1 我們反而浪費了 因為我們要去找一個minimum 我們要去找一個minimum devisor 所以我們其實是就是9 已經是我們就是需要取得最大數 所以是1和9 然後devisor就跟剛剛一模一樣 就是做一個取整 然後把它們sum起來 如果這個sum效率threshold的話 就說明當前的check是valid的 我們就把那個右段點給挪到中間去 說明我們當前的m是過於大的 所以我們就把右段點挪到中間去 這個題是這麼一個意思 也是一個n log n的解法 然後這個題是一個hard題目 它的題目意思就是我們在一個乘法表 這個就是multiplication table 就是我們小學的時候背面那種99 乘法表 不過這邊他給的一個例子是3乘以3 比如說 n是我們的列 m是我們的行 然後n的話就是取123 然後m的話也是取123 這樣的話m乘以n的話就會 1得1 1 2得2 1 3得3 2 2 1 2 2 2 3 這種就是小學的時候背那種乘法表 然後題目 如果是要找那個第5個最小的number 那麼我們就122 12233 那麼第5個最小的number就是一個3了 所以我們這就是我們題目的大概意思 然後我們還是著重看一下check 哦我們首先來看一下那個左右短點吧 左短點還是右短點是那個maximum maximum 所以是m乘以這個地方是9 這個很好理解 然後我們在check function check function的話 我們還是就是定義一個count 然後這邊稍微有一點點tricky 就是我們便利所有的row 就是我們便利所有的m 從1到m 然後我們去判斷 然後做一個min操作 就是比如說我現在是一個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現在是x是5傳進來 5傳進來 m是123 然後5除以 比如說我們看第二行 5除以2的話 那麼就是2 因為它這邊是一個曲證 那麼就是說5除以2的話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這邊的2和4 都是一個value case 所以我們這邊count是返回minimum 2和3中的一個也就是2 我們返回2和4 但是如果我們去看第一行的話 比如說我們也是5除以 5除以5除以1是5 這個地方5除以1是5的話 那麼我們的min就是5和3中的一個 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當我們的 這個乘 這個除完了這個數 大於我們的列數 大於我們123的話 我們相當於把那一列裡面 所有的數都給取到了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3 所以第一行取一個3 第二行count取一個2 第三行count取一個1 那麼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我們就是要算那個count 然後我們就check function 也是反過一個bollium去check 我們的當前的count是和k比較 然後跟剛剛思路是很相似很相似的 然後最後解法也是n log n 不對應該是m 應該是m log 應該是m 對這個地方是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它是一個2d matrix 再往下過 然後這個題目是一個ugly number 3 它的題目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有 它給了我們三個ugly number A B C 然後我們ugly number的定義就是 我們的所有 就是說我們 我們當前的那個數是可以被 A或B或C整除 然後 這個題目就要用到一個數學原理 叫那個list common multiples 就是 它這個題目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的left和right取的區間 比如這個題目 我沒有把這個題目的那個size截出來 但那個題目的size 肯定就是10的九次方 或是10次方 所以它就直接用了這個 那個題目的右端 就是lead code給的那個 maximum size 作為它的右端點 左端點取1 然後它會算那個 這個是Python裡面的那個 怎麼最小 最大 最大工業數 最小工費數 最大工業數還對 應該是最大 最大工業數 最大工業數 greatest common divisor 反正就是 它會用一個數學定理去找 就給你一個數N 找到比這個N 小於等於N的這個數的所有數 符合什麼條件呢 符合 就是這個數要么被A整除 要么被B整除 要么被C整除 你可以想像是 就是我們有一張 就是那個數學的那個set的圖 是有三個圓圈的 然後你首先是N除以A N除以B N除以C加起來 然後減去它們兩個重合的部分 然後再加上三個重合的部分 然後這邊是做一個list common 那個LCM的操作 所以這邊就是 Check function這邊就相當於用到這個數學的原理去數數 就數到這個 這個小於等於N的這個情況下 符合條件的所有數的個數 然後如果這個個數要 大於等於我們題目所給的條件的話 我們就 做一些Check操作 所以這個題目 就稍微有一點點數學的成分在裡面 然後這個地方 我也不做推導 然後我就 把這個公式列在這 然後 我們再過一下 可能還有一到兩道題目 往後面 最後兩道題目應該也是偏Hard一點點的 這個題目就是偏Hard一點點的BinarySearch 我這邊 就是感覺的就是 它的Check function 就是它的模板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它的Check function會更複雜 比如說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題的Check function 是一個sliding window 然後我們等下看到下一個Check function 是一個BFS 也就是說它的Hard題目 其實是 把就是BinarySearch 和其他一些題目 給連接 給Merge在一起 所以就是 如果我們能分開掌握 就是不同的topic的話 如果它們Merge在一起 我們應該也是 可以比較快速的解決 這種Hard的問題 那麼我們先看看這個題目的意思 它是找K smallest pair distance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有一些數字 一三一 比如說這邊 然後K是 K是我們要找的那個 DK個smallest distance 這邊 output就是零 看看它怎麼 它是怎麼理解的 比如說我們這邊三個數的話 我們就排列組合會有三個pairs 一個是一三 一個是一一 一個是三一 然後它們的distance的規定 就是absolut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numbers 所以這邊 它們的distance是0,2,2 所以它要取第一個最小的distance的話 最後 output就是零 嗯對 然後這種 就是我們首先看一看吧 就是 這種題目就是 因為涉及到了 我會想就是 它是smallest distance 所以我會想去用sliding window 加一個就是presort 來去解決那個check function 所以這邊我就會先把那個numbers 給sort一下 然後它的L是0 也就是說 因為它是absolute difference 所以它的最小的value number 肯定是0 它最大的value number的話 因為我sort完了之後 它最大的number 肯定是首尾那兩個數字 是x是最大的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找到了 區間的左右端點初始值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的check function 因為我們是sort好的話 我們直接用一個sliding window 首先我們去grow我們的右端點 如果右端點 減去左端點 這兩個數的差值 在 x的範圍以內的話 我們就不停的grow我們的右端點 並且 我們會把我們的count 給累加 就是累加到當前的區間長度 Otherwise 我們就 就是移動我們的左端點 這樣的話 我們就能算出來 這一個count 在整個sort好的 那個裡面的話 它的distance的 就是一個排好序的一個count 然後我們最後只要返回那個count就行 哦不對 返回那個bollet 就是count和k做比較 最後我們就能binary search找到那一個 就是smallest distance 對 然後最後一道題也是 也是一道binary search加bfs 然後它的時間複雜度 我先寫在這 就是 題目的意思就是path with minimum effort 這個題目我們還是看 因為它是一個圖的體驗 我們還是看一下那個圖吧 這是這是最後一道題 找一下 看圖可能方便理解一點 1631 他的題目的意思就是 他給了你一個二維的矩陣 然後就是相當於一個hiker 然後有一個rows chain columns 然後我們要從左上角走到右下角 然後就問 you can move up down left to right 就是你可以任意移動 那麼就會很容易聯想到bfs了 然後你就 它規定了這個effort 就是這個maximum absolute difference 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這條路径13535 那麼它的maximum effort 就是5和3 就是2 也就是這邊的output2 它不僅要maximize這個absolute difference 然後它還要return the minimum effort 就是說它要找那個最大 它要找那個最大effort裡面的最小 這個題目就很容易聯想到binary search 因為它也是相當於在求一個零界值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轉化成一個binary search 然後因為它是一個圖 所以我們首先第一步要做的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這個是房子的高度 比如說1到2就相當於是你向上走了一個 如果你向右走的話 相當於是你在那個摩天大樓上 往右邊的房子上往上爬了一個 那麼它怎麼就是把它轉化成一個圖的題目呢 首先它就是會 它是怎麼理解的 我的理解就是它會 它會就是在把每一個不同的格子想像成每一個node 然後在不同的node之間 build一個edge 那個edge就是當前所需要的effort 比如說1到2 我就相當於要爬了一個 我就是effort是1 這個edge的weight就是1 3到8 那個edgeweight就是5 然後5到3edgeweight就是2 然後我們最後只需要返回那個bfs的那個edge就行 就是那個minimum edge 這個就是一個建圖的一個思路 那麼建完圖之後 我們首先來看一看binary search的模板 它的low是0 它的maximum是 就是把整個2d matrix裡面的max 也就是說它有可能是0 突然降不到一個很高的一個點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的effort就是maximum max 然後它的isPath這個函數是怎麼定義的呢 這個函數就是一個一個bfs的一個過程 也就是說 給定了給定了我當前的effort 就是說給定了當前的effort 我bfs去走 如果我相連的那個edge的weight要小於這個effort 證明這個路是通的 我可以用bfs去走 如果它的那個weight 比如說這邊3到85 然後我的effort其實只有2 那麼說明在bfs 當前情況下那條路是走不通的 所以它的app 所以它就bfs就不能走那條路 它的代碼應該在在這一行 就是說它的absolute difference 小於的effort 我們才做bfs 所以這個題目就是一個 還是一個medium 我覺得還挺難的 然後也是一個融合 然後就是我們不斷地去調整這個effort 我們首先可能猜一個很高的effort 猜一個5 那樣我們就有很多條路可以走 然後我們就不停地猜不停地猜 我們把effort給降低一直降到2 我們就能猜出這條路了 然後另外一個例子可能就是 這邊的effort就是 這邊的effort是1 這邊的effort是0 所以我們可以一直走這個 所以最後輸出來這個output就是0 這邊就是我們就是要注意一下 這個就是兩邊的range 就是都得取得到 所以這個就是 對這個就是所有的 然後我們再翻回去 就是總結一下 就剛剛就是看過的這個 就剛剛已經講過了 就是我們就是把自己的template運用到很熟練 然後主要是三個步驟 一個步驟是確定它的左右區間的valid range 然後第二個區間就是把這個墨寫出來就行 然後第三個步驟就是我們去定義我們的check function 本質是找那個零界值 找函數零點 然後對 然後大概就講完了 有什麼問題嗎 是不是 invitation 我們哪一邊 場裡 另外一次 你 cleared ته adaptation 琴 電 療 牠 牠 牠